这里对太平天国来说非常的重要 是一个转折点 广西的永安 自今天起以来 这是他们所攻占的第一个城市 然后呢在这里待了七个月 封王建制 一套完整的制度 为以后定顶精灵奠定了基础 天王洪用拳当年就是在这颗大树之下 发布造令 他攻占永安之后 以此为根据地 在四周的山岭也建了一些防线 在旁边西面的山 就是为西王萧朝贵所设访的地方 他的大炮阵地 并且把本地周牙叫做天朝 在我身后 这个地方就是为以前的官帝庙 杨永青把他作为他的东王府 和很多大将在这里所议事 洪用拳呢 他是自称天王 也就是相当于皇帝 最高统帅 在旗下他又封了五个王 东王杨永青 西王萧朝贵 南王冯云山 北王伟昌辉 还有义王 撕拉开 在封王之前呢 杨永青和萧朝贵 可以说是洪用拳的左右手 但是在封王之后 所有的王 要受东王所截止 纵观历史 大小王朝 大小势力 太平天国可以说是 封王最多 最烂的一股政权 大小封了2700王 在后景呢 他是出土了很多的文物 在以前 他只是官邸庙前 丢弃祭品的一个土坑 但是在沉破之后 很多清军将领是在这里所处决 并且 官邸庙里面的祭器还有神像 也是埋在这里 清长末年呢 这满清 确实是非常的腐朽 对外打不赢 对内还打不赢 和太平军交战是打一场败一场 以至于东南半壁尽尸 最后还是真文正宫举兵 将红尤全给消灭 太平天国农民体义 它的影响和规模确实是非常大 但是呢 它和后来的革命完全是不一样的 它也是以一个新的王朝 而取代另一个王朝 大家知道 在永安 这红尤全 它有多少飞贫吗 在这时 它也有36个妻妾了 在1852年4月 侯尤全率军离开永安 也就是现在的蒙山县 扑香桂林 继而北上 大清汪朝是岌岌可危